古人总结的观念向首相口诀,一,首相诀,一首分八卦十二宫,万事都在一掌中,两男子看八卦,女子看九宫,三大母只是君,无名只是臣,君鸭臣会当得用人,四主鸭冰长顺心,冰鸭主长受苦,无手指细又长,家中有余粮,六手指若结空,必定受贫穷,七手温如血红,家也必风龙, 八手凉如冰,家中贫穷,九男子手尽又自追,生名院正四方飞,十女子手用干如柴,一年四季能发财,十一手信有肉靠自己,手背有肉靠祖先,十二,十指信长手林巧,四短老来练家园,十三春宫他献客子女,拇指纹暖车吃穿,十四三才纹身家叶广,至家必有一招献,十五,文显宁伯父父, 五分少,钱金重担若人丹,十六手信软宽多聪明,短粗干硬骨脱虫,十七手干枯色黄土,肉薄肖,多受苦,十八短幼粗如骨锤,壮四竹结当老龙,十九前迪克父母,坎迪不受阻,二十更迪兄弟兮,正迪孙夫妻,二十一叙迪财博号,离迪不受禄, 二十二困地伤母病,前处无子息,二十三对地伤奴仆,八块高峰级,二十四天文若短妇先死,等文若短母先死,二十五,首有通天文,大成大败论,二十六手有段掌文,男才略孤平,二,金不缓,一头线不正心妻子,小便不正丢东西, 两头线正上看父母,偏左父先幼母王,三眼魏玉玉黑白鸣,十四亲童遭死刑,四二龙戏朱来招装,寻遇刑场有一名,五亲季线的下睫毛,兄弟之间有纷争,六亲红二色轻鱼犬,家中必定有火灾呢,七鼻梁偏左爱赌博,而小纯薄无财博,八家缝纷差会离婚, 家风下欣赏感情,九眉毛洒乱也离婚,女人断掌受孤寡,十女人男生定离婚,女人犬肩负多名,十一,人中恒乱个子孙,得文端许姿也绝,十二人中有志生双胎,二兼二宝生女孩,十三面包唇后生男孩,肩闻乱草多好色,十四,家方之短定生女,嘴黑唇子有产之,十五面 哼生杂心狠度,跟突眼线心凶恶,十六行走摇摆病风流,审案唇窍早摇,十七,张应文咱苦老路,独眼固执之运多,十八张温戏小人小气,钱债狭窄,壁酒恋,十九一款没高度早婚,欲助商和有其缘,二十,印债没地晚婚多,印堂破损遭诉讼,二十一无辞,常有舌天唇,此人必定是邪人, 二十二牙齿故郑喜事多,家中儿女多等科,二十三,造空仰看不相当,男女的此在看伤,二十四,男人如此缺衣良,女人的此刻富郎,二十五眉毛,弯兄弟有二三,眉毛一流兄弟没有,二十六眉毛一流单根沙,兄弟孤独只一个,二十七,倘若眉毛俯天仓,兄弟定然是三双,二十八眉上横生八字文, 只举两千米平胜,二十九眉头交加之如此,毕生兄弟姬难存,三十,面上大怕两头肩,纵有文章不为惯,三十一男儿长得好头发,必定有个好爸爸,三十二女人长得好头发,必定能嫁好婆家,位于月秋,较外圆的垂直线,为标准的通天文, 由此线的人有极强的敏感线,心理感应性,非常富有幻象色彩,天文,地理,人是无所不小,又衬通天文,其人常常额中纵连一束线,自眉心上方直指额迹,及额上的通天文,也是千母的学区的显露,有这种线的人, 会自觉的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,天心神秘事物研究,必有大成,双手都有通天文的,前世必是打善之人,今生头顶有云光,一生有神灵彼佑,在实验上必有大的作为,一生财运不断,有此文的人,一生不缺钱,一般有通天文的人双手都会有,此人八字必是天以贵人心,还会给别人带来好运, 财运,一生大成大富,通天文是指掌在手上的一种特殊的纹路,有这种纹路的人第六感非常的强,因此也叫灵感文,那么通天文,真的有通天的本领吗?答案是否定的,虽然他没有通天本领,但是基本上的成功人士手里,都有这种纹路,因此有这种纹路的人贵不可言,将来必定是负的流油, 手握通天文,事业建议非常好,事业能有所成就,事业运强,感情现象在太阴秋扶摇之上,感情之路比较顺畅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